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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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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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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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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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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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3000个检验order 那我们希望有3000只检验到这里来 这是在临床里面所要求的两个字 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标明 那今天我们上课了大概分三个内容来做说明 那第一个内容我们是讲到这个临床检验跟疾病 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检验 为什么要做检查 那检验跟检验跟检验跟检查到底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那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来说明一下安全性的检验的检体跟标明检体 我们是安全的检验检验检验检体 那我们是讲到这个临床病理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安全性的病理检体 你看看 这边有一个检验的检体 这边有一个病理检体 那这两个在医院里面是有不一样的 差异蛮大的 所以我们会从这两个内容来做说明 因为你们到临床里面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两个检体 那第一个所谓的检验的检体 那第二个是病理的检体 那检验的检体跟病理检体 它处理上面是不一样的 要求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就这两个内容我们就要详下说明 那到临床里面会比较有一些概念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临床检验跟疾病之间关系 那到底医生为什么要order这样的一个检验 那检验不一样 那检体当然不一样 那跟疾病之间的关系在哪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临床的一个诊断 那临床医师他们在诊断一个疾病 其上他们有一些标准说的流程 那第一个在看诊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到病人的祖宿 到底有哪里不舒服 那甚至啊 我们也想要了解他的家族史 那现在哪里不舒服 我上肠胃这个不舒服 下肠胃不舒服 背痛啊 颈痛啊 这些等 那哪里不舒服 他会做说明 那第二个我们想要排除在家族史 那到底你的直属长辈 那或者是上上一代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脑中风出血啦 那癌症死掉啦 跟你们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首先要先初步了解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看 那临床的症状 他表现的哪里痛 那怎么痛啊 频率有多高 症痛 痛到什么程度 是吃饭痛吗 不吃饭痛不痛 还是痛的时间是早上晚上 他的临床 痛的症状是什么 会不会直冒犯啊 等等等等 那第三个我们就有理学检查 那这理学检查 在护理里面也做了蛮多的 教了蛮多的 那包括我们的 这些一些压诊啊 促诊啊 听诊啊 这些理学检查 那接下来啊 有三个病人的一个 一个表现以后啊 接下来 那可能啊 医师啊 怀疑到 我们啊 有一些啊 不要说我们怀疑一些病人啊 肾脏发炎的现象 那病人啊 有一些 肝脏功能不好的 异常的现象 或有一些内 内负面异常的现象 导致啊 这疾病的关系 好 那临床里面啊 就要做一些检验 检验 那这些检验啊 那牵招就是 医生啊 要做 要做辅助诊断了 包括我们 器官功能检查 比方说 怀疑甲胆腺 那怀疑肿油 那怀疑这个 这个肾功能不好 那他就做一个 器官功能 它叫 Ogan profile 那器官功能检验 那 甲胆腺功能做哪些检查 肝功能做哪些检查 那 都有一套一个 选择的一个 让医生来选择 到底我这些检验啊 对病人 哪些有帮助 他会做选择 那再来就是说 那检验啊 到底够不够 那可能检查 那有些检验啊 不适合 为什么 如果病人是一个骨折 那怀疑到 髋关节 hip joint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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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癌症啊 被吞死了 那所以啊 他会做一些检查 包括 那这些检查呢 可能在解液的一些限制在 检查就会被应用上 那这些检查可以提供一些 X光检查 核子医学检查 超音波的检查 内视经的检查 肺功能的检查 然后这个 这个脑坡的检查 比方说这个 病人啊 因为啊 这个长期的这个缺氧 那到底肺功能到底好不好 那我们做一个肺功能的 功能检查 这叫检查 这个叫检验 不一样 那接下来啦 我们啊 那透过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主宿 家族史 那有这样的症状 那经过理学检查 有没有异常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 辅助一些检验跟检查 好 最后啊 我们来做个中和判断 中和判断 那中和判断完以后啊 那这些检验 跟检查 要做叛徒 叛徒 那data interpretation 叛徒完以后啊 那 最后确认诊断以后 然后才做 临床处置 这是在 临床疾病跟诊断之间啊 在临床 它是一个 一系列的SOP 标准作为流程 来 提供临床 比较好的一个正确诊断 然后最后 临床处置 适当的诊断 适当的治疗 这是在 临床枕章外疾病啊 首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我们接下来来谈一下 那我们刚才讲的检验跟检查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病理里面 那今天讲的病理简体嘛 第一开中民意的题目是病理 那这病理啊 在医院里面啊 在国内外大概 大家可以 看看国内外的一些生态 还有一些 国外的一些组织架构 它大概分两个部分 分两个部分 那所谓的第一个 他们讲的是临床病理 这病理啊 大概在国内 国外里面 大概有分两个 第一个叫临床病理 那第二个呢 它叫组织病理 那所谓的临床病理 它可能有个Pathology 就是叫CP 它叫CP 临床病理 叫CP 那这些CP啊 临床病理啊 在国内外里面啊 大概在组织架构 会有一些差异在 好 那有些医院啊 那中小型医院 叫做检验科 大家很清楚 还抽血抽血 那第二个啊 那检验医学部 就医学中心 他们叫检验医学部 医学中心 他们的Laboratory Medicine 检验医学 Laboratory Medicine 就是检验医学 那还有一些医学中心啊 是用临床病理 这是早期啊 在美国 在美国 在民国 60到 80年前啊 民国60 大概60到80年前 美国啊 大概都用临床病理 那目前还是 美国还是有很多 实验室叫临床病理 那台湾 就卫生署啊 就把这临床病理 引用在国内来 所以当初 医学中心啊 很多都叫临床病理科 病理科 那还有一个叫实验诊断科 啊这是台大的 台大系统 早期就实验诊断嘛 它叫实验嘛 Laboratory 那诊断 Dignosis 就是说台大用识 实验诊断科 还有一些叫病理解音科 你看病理跟解音科 在一起 它就不叫做组织病理了哦 它就临床病理跟组织病理 合并在家 病理解音科 你看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下课了吗 是 不是吧 所以啊 我以为 这终生会下课 我上次去外面演讲啊 那个 有一个理事长 他 手机啊都没关 那天我刚才讲了一半 他的手机很尴尬 他秀了什么声音 他秀的是佛经 哇 然后他又打瞌睡 佛经念了一个 一分钟到两分钟 大家都很尴尬 好 啊 啊 临床病理里面啊 人家问我在哪里服务 我都说我在三星总医院 在哪一刻服务 好吗 我都不敢讲 因为我们三星总医院 在临床病理科嘛 简称呢 临病科 哎呀 不好 你在哪里服务 这三种户 哪一科 临病科 啊你是看两科 还是三科 天啊 所以啊 临床病理科慢慢的 在国内里面啊 慢慢的临床病理科 慢慢的 会被取消掉 那卫生署啊 目前 还是用临床病理 那现在很多医院啊 医学中心他们都 都用 呃 检疫学部 检疫医学 所以将来 在国王体系里面 这个可能慢慢会被 会被慢慢的 呃 大家同步化 所以临床病理 那组织病理啊 就是一个 叫anatomic password 叫AP 一个CP 一个AP 那病理啊 那组织病理里面 它有一个病理科 病理部 看这组织的多大 像三菌总院就叫病理部 因为它够大 那有些叫病理科 那有些叫病理科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啊 病理里面啊 有临床病理 有组织病理 啊 检疫就不一样 检疫会有差异 那安全会有差异 然后这个 这个 标示也会有差异 所以这是 在国内里面啊 大家所要认识 到底你是在 送临床的病理 还是送组织病理 好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啊 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我们要借用检查 借用检验 来提供临床辅助诊断 那这些检验啊 跟检查 有什么差异性没有 基本概念 大家稍微来注意一下 所谓检体检验 跟身体检查不一样 一个检验哦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term是个检验 这个是个检查 那你看我们的检体检验 检体检验 所以我们在临床病里面啊 临床病里里面 它叫检体 也就是说我们啊 取病人的检体 来作为检验的分析 取病人的检体 来作为检验的分析 那我们取一个检体 叫检验分析 所以它用 取病人的检体 等一下要介绍一下 病人的检体 到底有哪些种类 取病人的检体 来做分析 那身体检查呢 这个叫检查 所以检查很清楚 都要以身体为中心 所以讲 我们病人的 病人本身的身体 做检查 所以检验 跟检查 有很大的差异 检验是 取病人的检体 来作为检验分析 检查是 以病人的检体 来作为检查 很清楚了 我们今天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超原波 做一个脑波 然后做一个 那些事情 都是以病人的检体 来做检查 那如果我们的检验 检查呢 我们要抽取 要以病人的检体 来作为检验分析 很单纯的就是要抽取 采取 病人的一些脑液 体液 然后尿液 等等 来做检验分析 那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检验跟检查 很清楚的做说明以后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如果一个 一个仪式 一个病人 他肝功能不好 那在病人的求诊过程中 那病人的阻塑 他包括很 最近很容易疲劳 epidide 那poor epidide 就是实意不振 那小便有变化 那左边上方不舒服 那三年前有一个肝炎住院 然后父亲是肝癌过失 从他这样的一个 祖宿啊 跟他的家祖史啊 跟他的这个 这个理学检查 从这个病人的症状 征后理学检查 等等等 那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给医生 好 那那医生啊 就要求一个肝功能检验 因为啊 第一个小便变化 第二个实意不振 那第三个上方不痛 那第四个 他父亲有肝癌 他又有住院过 所以啊 那医生啊 里面就了解他 在肝脏功能跟他疾病之间相关性 非常的密切 那第二个 那这肝功能检查 到底要检查哪些东西 哪些项目 所以啊 医生呢 就看一个 申请一个 肝脏功能检验 来做分析 然后再做数据判读 这是一个检验 那医生啊 也认为就是我们啊 这个病人竟然是一个 一个三年前有肝炎 然后父亲又肝癌过失 那是不是要做一个肝脏穿试 做个病理检查 好 那要不要做一个检查 那这份检验是抽取抽血 采尿来做 那这份检查呢 是肝脏直接做puncho 做穿试 肝脏穿试来做检查 然后从这样的一个 症状症候 已经确诊是一个肝功能异常 所导致的 那就由这个检验跟检查 来做一个临床处置的依据 那检验那病人啊 有没有慢性肝炎急性发作 那病人啊 有没有目前啊 是一个肝脏硬化的现状 病人有没有肝脏坏死的现状 甚至啊 病人啊 有没有这个什么 有没有一个肝脏恶性肿瘤 那借由检验来做鉴别诊断 那借由检查来做确诊 如果今天啊 要来怀疑到 那病人啊 有没有目前啊 有没有一个早期啊 这个这个肝脏恶性肿瘤出现 我们借由检查 病理检验来做 那病人的肝脏啊 合成能力好不好 然后肝脏的这个这个 呃 病人的营养状态好不好 那肝脏是属于急性肝炎 慢性肝炎 而是肝硬化 啊 借由检验来做诊 来来来来做 确诊 那借由检查 来看看病人有没有恶性肿瘤 那这样的话 对这病人来讲是有帮助的 所以啊 我们在两张slide 来强调一下 什么叫检验 那什么叫检查 所以啊 我们把这个检验啊 那跟疾病之间关系啊 做个说明 那也强调了一个 什么叫检验 那什么叫检查 做个详细说明 那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啊 我们大概 呃 接下来的内容 会放在一个检验 那第三个部分 用临床检验 这个病理检验的检体 来做处置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检验的部分 检验的部分 来临床 叫CP 临床病理检验的检体的部分 然后等一下来看看 那个处置病理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这个 呃 检验流程 检验流程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申请一个 临床病理检验 那按照刚才那个 疑似肝功能的 呃 病例啊 来看一下 那医生啊 就会开立议令 哦 开立议令 我要申请肝功能检验 好 那就申请议令 议令完以后呢 那单子开了以后 那病人同不同意去抽血 很重要哦 如果啊 病人认为 啊 我不需要检查 那就把这议令 不去到临床病理科 那表示说 他取消这个疑令 那病人 因为我们要 呃 要知情同意嘛 然后要病人要 要要要有什么 要有善情告示 责任 好 如果病人啊 不做检验 那对不起 他就不来 如果他接受 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疑令 好 那就病人就要做准备 那开立议令过程中啊 那 呃 护理的人 或是 医师啊 就跟病人讲 啊 你做这些检验啊 那必须要空屋八小时 哦 然后这个检验啊 前三天啊 不要喝酒 哦 生活正常 那当天啊 不要喝水 我们来抽血 哦 要NPO八小时 空屋八小时 哦 来抽血 那早上到临床病理科去抽血 哦 约个时间 好 那所以啊 我们开立议令完以后 病人要 要做检验 检验完以后啦 那这开的是一个 抽血检查 跟收集尿液的检查 那收集 在门等收 收完以后 运送 运送过程中啊 就很容易 漏死掉 很容易这检验死掉 所以我们运送啊 那就品质 好 那运送过程中啊 那送到这个 这个临床病理科的 接收的一个检验中心 我们有一个检验处理中心 专门在收全院的 一天啊 三千只检验的一个 检验收集中心 那检验收集中心 收集了以后啊 那他就要处理 那处理就是送到 各个实验室去 那送到各个实验室去的话 那实验室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部分都是在外面作业 那所有我们啊 在分析过程中 他们把它称为一个 分析前 来作业 好 那这个检验啊 怎么办呢 那送到实验室去 那送到实验室去 就是在分析中 那实验室拿这个检验 来做分析 包括他肝功能检验 做了十二项检查 包括那种流标志也在做了 肝脏的合成能力也在做了 那肝炎的指标也在做了 分析 分析完以后呢 那报告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他要做什么 要报告确认 这报告都要准不准 到底正不正确 他会做一个确认动作 那如果报告正确的话 他就把它释放出去 那二十四小时 临床医师啊 在intranet里面 可以查到报告 那如果报告当初啊 是有余力的时候 他就会做一个什么 会做一个 再repeat 再重新检查 重新检验 看看这报告是不是一致性 如果报告一致性 我们就发出去 发出去报告啊 那临床啊 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检验数据 刚才在分析中的数据 他利用这检验的数据来做叛徒 来做一个临床处置的依据 所以啊 你看看 在临床病里面的作业流程相当复杂 他有三个构面存在 那第一个构面呢 大家讲分析前 那第二个分析中 第三个分析后 那护理人员所谓碰到的构面是在这里 那医生开了医令以后 要交给病人 要交代病人 哪些是他要遵守的 让病人来准备 然后请他到哪里去搜集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有护理人员 医师 还有什么 这里还有传送人员 因为住院还有传送人员 所以你看这边碰到医生 碰到病人 碰到护理 然后碰到传送人员 那送到检验科来 这个部分我们叫分析前 所以分析前 复杂不复杂 复杂 经过四个人的手上 好 那分析中呢 就到这实验室 那实验室 下次有机会 给各位介绍一下实验室 实验室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一天三天之间进去好快 那甚至就像回转寿司一样 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简体摆上去 后面报告就出来 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像目前实验室 可以涉及到这个 回转寿司的这个作业模式 这要花钱 那完了以后呢 这叫分析中 交给实验室 分析后就是说 那包括他们要确认 要划出报告 然后医生数据要判读 这分析后 所以它的复杂度相当高 那这边的话 签到好多的检查 这边的话 包括你的血清检查 免疫检查 然后分身检查 毒物检查 肝功能检查 全部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的科室 也相当多 相当多 那人员呢 建构了将近有80个 890个 像本院有890个 常看都有一百多个人 在实验室工作 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那好 分析后就是 对不起 要仰赖医生 正确的诊断 正确的治疗 正确的判读 正确诊断 正确治疗 这是在 在这个临床病里面 有这么复杂 前面的 有四位 那这边有这么多 不同检验的人 在做分析 那划出报告 那就是要 要有医师来 正确的判读 正确的诊断 正确的治疗 所以我们的临床 这个检验 那刚才讲 我们的检体 怎么办 你要做检验 所以我们在 检体收集 要告诉病人 你到底要是 收集尿 收集血 或是抽血 那所以临床的 检体里面 种类 大概第一个血液 占了最多 占了七八十percent左右 我们一般血液里面 大概有 可以抽取动脉 可以抽取静脉 可以抽取微血管 那动脉部分的话 可能特殊检查 比方说 不是每一个人 都要抽动脉 因为抽动脉 绿齿可相当高 所谓绿齿可 第一个它会感染 第二个它会出血 第三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它会算是酸塞 等等的 好多这个病化症 对病来讲是不好的 抽取动脉 止血时间 花了十五分钟左右 所以一个 一个 一个 抽血的人 要用这些 不太可能 所以动脉穿刺 动脉穿刺 一般都有特殊性 需要性才多 像血液气体分析 一定要抽动脉 因为它了解到 我们的氧气跟 二氧放弹的 这个这个 肺功能的好不好 在这动脉 一般我们的 百分之九十都是抽静脉血 因为简单方便 那病人呢 这两分钟就可以 抽完一个血 到三分钟都可以抽完一个血 那维血管理学有没有 有 那这主要是针对的 新生儿 出生儿 早产儿 这么小的 那我抽动脉抽不到 抽静脉也不好 对小孩子 新生儿太 太严重的一个 一个胖球不好 所以我会抽取它的维血管 那成人部分呢 我们会抽什么 成人部分大部分都肥胖的 肥胖的 一百多公斤 甚至啊 动脉经脉摸不到的 那我们会抽这样的维血管 那维血管 当然对一个肥胖的人来讲 它是比较简单取的 那一般肥胖的经脉也摸不到 动脉也找不到 那对检验里面啊 相当的不方便 所以维血管也是一个 可以取的地方 维血管里面大概有哪一些呢 像耳垂 这也是维血管的部分 那脚跟 那手指 这都是维血管 我们的手指 耳根 或者是脚跟 这大部分都是 维血管 比较常取的部位 所以血语部里面有这些的选择 那一道领导不一样 选择不一样 那像这个就是 病人不好抽血 也都导致着说 维血管啊 可能对它来讲是比较安全 比较容易取得的 那尿液部分的话 它在临床里面也有分 有随意性的尿 有时段性的尿 有24小时尿 那这些尿啊 收集的方式不一样 也针对着临床的需求 诊断需求不一样 所以它会 请病人 哎呀我们 这次要收集24小时尿 那收集啊 可能有一些是时段性的尿 就是收集每一个小时收一次 或是每个两个小时收一次 叫时段性尿 那一般啊 在门诊的病人当中 随意性的尿 早上来的话 然后在这看诊 那我们做个尿液常规 就用随意性的尿 所以啊 随意性的尿的话 目前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24小时尿的尿液呢 是要了解到 24小时病人啊 尿液里面流失到底有多少的 这个电解质啦 多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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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代谢物 那我们 我们抽取20小时 那除了这个以外 大概以随心性量最多 好 那除了血液 尿液 我们接下来体液 那体液的话 我们来抽取 那大概体液有哪一些呢 那比较常做的 啊 常看得到的 就是像 第一个脑积水液 那第二个腹水 那第三个关节液 第四个羊水 第五个胃液 这些比较常见一点 那脑积水液啊 可能啊 在理床里面啊 像脑部的受损 那要诊断一些 脑部的一些发炎啊 包括 呃 脑部的发炎是有续境感染 或者是说 病毒感染 我们抽取脑积水液 来做个鉴别诊断 那负水呢 啊 病人啊 这个负水增加了 是不是 这个负水里面是一个 呃 肉出衣 还是一个肾出衣 它叫纯修队 鱼修队 那负水是不是因为肝脏 呃 硬化所导致的 啊 出过负水 那这个负水 呃 用 泡球来做 那关节液也是这样 那病人呢 在在蜂敏科啦 然后骨科啊 那有些关节啊 那这个胃肿 那有些关节啊 红肿肋脏脏 那已经都 肿了一大块了 那我们要鉴别一下 这样的一个关节啊 是有肢体美衣所引起的 还是虚肌所引起的 还是其他外伤所引起的 啊 我们抽取关节液 那还有氧水 那一般的这氧水啊 那这个这个在厂科里面 护厂科做的蛮多的 那肠胃科里面做胃衣 这胃衣分析啊 了解到 那这胃衣分析 到底这个这个 这个胃衣里面的 比方说一个自杀 一个修塞的 那吞了一些东西 那我们要看看它的 呃 后的一些一些不明的液体 那我们抽取它胃衣 来解到它胃衣的PH值是多少 那胃衣 这里面含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我们做个胃衣分析 胃衣分析 好 那这个体液啊 那尿液啊 体液 这个血液 尿液体液啊 还有其他的 那其他的少见 那这些不常见 第一个 我们常常有一些 眼睛的眼水啊 做检验 汗水 做检验 那这也有 那其他的还有精液 我们可以在这边 那因为 那不印证 那我们看看精液里面的 精虫的树木 精虫的形态 那气候的活动力 来判定它 这个精液里面的品质 来看看 所以其他里面呢 会随着各科不一样 我们来做检体收集 所以你看 它检体收集 复杂度好高 好 那有这样的概念以后啊 我们来看看 那他们一般啊 是收集怎么做 我们来看看 那血液 血液 一般常规的血液 都抽去卖血 所以啊 它血液种类啊 收集的试管 就有一些 不一样的差异 那这个血液试管里面啊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一个 世界上啊 大概规格都一样 那规格比方 到哪个医院去的话 啊 这红头试管是做什么 这蓝头试管是做什么 绿头试管是 你没有什么样的 看你估计 都标示好 所以这些规格 由试管的颜色来判定 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 一个一般的肝功能检验 啊 只要用红头试管 或是红灰头 迷彩头试管 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要看看 急诊的检体 啊 我要看看急诊 肝功能 因为病人昏迷 病人这个糖尿病昏迷 病人的这个心肌梗塞昏迷 在急诊室 那我们要做一个急诊检验 啊对不起 一定要用这个力头试管 那力头试管啊 速度快 速度快 那我们要感到时效性 那如果我们现在做个CBC 要做雪球技术 红雪球 白雪球 雪小板的品质跟数量 到底够不够 啊我们用什么 啊用指头试管 所以它的管子的功能 跟它的颜色 世界标准 所以啊 我们到哪个院去 我要抽个CBC 啊 指头试管 我要抽个生化 迷彩的红头都可以 那我要抽个 急诊深化 啊我们用绿头试管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标准 那实验室可以提供临床来做优先选择 那这边 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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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些试管啊 会有 也会有不一样 比方说这些试管啊 那可以做一个BRAGAS 做一个血液气体分析 然后再做试管 再做生化的试管 这是一管两用 有一管两用 那如果你要抽BRAGAS的时候 那抽完以后啊 还要做生化 那对不起 你要抽两管 那这个就一管就可以 解决病人的两个需求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啦 这边有不同的试管 那不同功能 然后要正确的选择 那尿液呢 我们刚才讲说血液最多 尿液次之 尿液大概占了15%到20%左右 15%到20%左右 血液占了7%80% 那尿液占了10%到20%的 减体的种类 的数量 所以我们对门等病人 住院病人 尿液的收集容器 会有一些区别在 因为它的便利性 跟它的安全性 那我们对门等的病人 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随机性尿液 是最多的收集方式 然后病人去小个便 然后我们送尿液 常规检查 来看看这个尿液里面 有没有石头 有没有出血 有没有发炎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这个 其他的那个结晶出来 所以病人做一个 随机性的尿液 所以我们就会给它 一些纸杯 倒在试管里面 给它一些纸杯 倒在试管 所以病人 我们会给它纸杯 因为收集方便 如果真的每一个人 都是15岁20岁的话 那这试管一定很准的 可以洒进去 所以我们在很多医院里面 全国的医院 全世界 他们都会给它一个 小杯子来装尿 装尿 然后倒在试管里面 来做一个 交给检验科 检验室来 所以我们用纸杯来收集 倒入尿液试管 这是单吃尿 随机新的尿 那病人 如果要收集24小时 门诊的病人怎么办呢 因为它要运送检验 要这么远 所以我们要安全性 所以我们早期 早期都要做一个管子给它 做一个桶子给它 它是干净的 干净的 干燥的 不要无菌 无菌 那这是干净干燥的 它有塑胶干 它可以放差不多3000cc左右 那个桶子有3000cc的容量 那我们现在病人 在24小时都小在这里 小完以后 把桶子送过来 那现在慢慢的 越来越方便性 那桶子啊 环保啊 一天我们有100多个病人 在做这个 哇一天100多个桶子丢好可惜 那一个桶子20多块啊 好贵 环保不好 又浪费钱 所以目前啊 我们慢慢会改用一些纸桶子 纸桶 因为像你们去 去华拉维修里面看那个 我们吃的爆米花那桶子 一模一样 它爆米花桶子里面啊 我们里面啊 有一些塑胶袋 把它保持 不会把紫袋子 紫盒子 撕掉 那第二个我们有盖子 第三个外面我们有刻度 让他们都可以记录一下 他们的尿量 那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啊这个 收集完以后 病人把这个桶子倒出来以后 很重要的 它只要放在这个管子 送来就好了 所以很方便 放在口袋 就可以送到三星桶医院 但是这个桶子啊就带来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啊早期啊 在在 在哪里 在 呃 公车上面 然后我们在 呃 公车上面 然后我们在 计程车上面 很多啊 铁桶子都要三星桶来 因为它是 二十四小时尿筒 所以对老人家 二十小时这样 提的这么重 也不好 不好 那住院的病人啊 后来改 改用纸的容器以后 看起来 效果就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呢 住院病人怎么办呢 啊 住院病人一样 我们住院病人 用直接 用这个来收就好了 那有干净干燥的塑料杯 单吃尿 它干净干燥的塑料杯 有点像我们吃那个什么 你看 哈根大使的这个 这个 那个冰淇淋 有没有 那种小盒子一样 我直接 病人小在那里面 有螺旋盖 盖起来 那简里不会掉 不会流 不 不会 溢出来 不会见傻 所以是安全的 它是有盖的塑胶容器 有点像哈根大使 那个一样 那如果单吃尿 那实际上我们还是给它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门诊病人 跟住院病人 收集的方式不一样 收集的容器 唯有一些限制在 那主要是这个 限制是要保护它的安全 保护它的什么 不要明白标示 好 那既然呢 这个容器啊 不一样 我们接下来 我们怎么样来 做一个安全性 安全性 那标示 那明确的标示 跟它安全性 那安全在哪里 标示在哪里 我们从临床病理科的简体 来做说明 那所以啊 在三星总医院啊 就建过一个 简体条码追溯系统 三星总医院啊 最早建过一个 简体条码追溯系统 那我们是用在什么 简体 采集 跟运作过程 那这个是我们三种 大概国内第一家 自己研发的 一套软体 然后 我们也得过 国家行政会员品质奖 看起来有得到奖 得到奖项 那蛮多医院 来 做标杆学习 那这主要是什么 我简体啊 没有检验单了 也就是我这个单子啊 都不用开了 医生啊 在开医令时候 我们传统都要检验单嘛 那现在的住院病人 都没有检验单 所以一天啊 我可以少到 两千张 或一千五百张 两千张的 一个检验纸张 A4的纸 好可怕 一天少掉两千张 这A4都可以少掉 那他见过什么 我们见过一个条码 所以在住院病人里面啊 我们啊 没有检验单 只有用一个条码 那这个条码便于追溯 所以讲我们啊 安全在哪里 安全在哪里 我们安全 还明确的标示 我们见过 要看这个 检体的品质 好不好 我们要管控它两个 第一个 管控它的值 这检验的品质好不好 第二个 检体的数量 对不对 所谓检体的品质 我一天啊 三千只检体 那检验的品质呢 那有些尿域啊 必须要在 半个钟头之间 回去完毕 必须要在 半个钟头之间 把报告发出去 这检体适不适当 那有些检体是在 一个钟头之间 发出报告 这检体适不适当 所以啊 我们像管控它的品质 所以 由这个监控系统来看 它检体收集到 运动时间 我们可以 按着控制 这是我们必要的 量的部分呢 我一天三千只检 不容许一支掉 不容许什么 脑机水溢掉 不容易护水掉 不容易什么 关节一掉 因为病人抽完 有时候已经没有了嘛 你再怎么抽呢 所以啊 这些 这些这个量啊 我们不容许一支掉 像脑机水溢 从新生核抽出来了 抽起脑机水溢 那你说不见了 哇 会抓广 第一个 对病人没办法交代 病人安全也没办法交代 对医生来讲 更没办法交代 我要历史诊断 极客诊断 极客的治疗 要不要用抗论处 我要看这个报告 没有报告完 所以啊 我们啊 在这个检体追求系统 我们监控两个 这个检体的品质 我们看它的量 看它的值 那所谓值就是说 我时间多久之内 要分析这个报告完毕 这是必须要遵守的 那全世界都一样 我能够用健康它的值 健康它的量 所谓量就是 今天三千支 不容许一直掉 所以啊 我们呢 见过一个 那台湾第一个 我们得过那个 国家品质奖的 那我们有个检体标签 检体标签 你可以看一下 一张标签啊 不要检验单 它所有的 病人的information 全部在上面 全部在上面 好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的部分 这是临床病理科 送到临床病理科 如果说到方式免疫科 它就标示方式免疫科 那第二个呢 这是急而不急 这是急件的检体 那这个有标示 就是这支检体是state的 那这支检体啊 多久要发出报告 已经有设定好了 所以啊 如果这个检体啊 是急的 那超过时间 它就告诉检验人员 啊 这支你没有发出去 所以它我们的实验室的工作里面啊 就有个monitor 啊 你那支急的没有发出去 它警告检验人员 要赶快发这个报告 你看我们连线到这个作业 这支急的 一个小时要发报告 30分钟号报告 你没有发出去 它就alarm 就警告你 灯就闪了 所以 有这样 那这个是不是急的标示 那第三个检体类别 啊 这是尿疫 这是血液 还是尿疫 这个是你看 这是弹疫 所以你看这一张检体 是一个血液 那这是弹疫 所以 那血液也弹疫 它都已经标示好了 那第四个 使用容器 那这支啊 是要抽起什么 抽四管 那 什么种类呢 啊 绿色的 绿头四管 你看他就帮 护理人员 医师都告诉他了 我这支是 绿头四管 那抽几cc呢 啊 我抽三cc就好了 抽三cc就好了 所以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那 那这个啦 这病人呢 那是什么 无菌糖 因为他收集糖 他收集糖 所以他用无菌的 广口糖而来收集 所以 容器也告诉 这个 护理人员或医生 那送到哪里去呢 那我们这支啊 送到临床病理科来 那这是续菌组 那这是送到一个 急诊检验室去 那这是送到续菌组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条码 已经建构好了 病人的基本资料 包括 包括 他简体的 他简体的属性 那简体的类别 那用什么 什么container来收 那送到哪里去 都标示好 那这条码里面 建构的好 所以啊 到实验室来 只要动 医生就上机了 那这简体啊 也不要去什么 只要摆在机器上面 就再帮你做了 好方便 都不要key做 这个病人要做什么 要做五项八项 以前早期啊 那一个病人要做十二项 key十二次 然后咚咚咚咚咚咚 选择 不要了 一个条码 八项率的一读就知道 那这些资讯栏 还是从 议令下来的 那议令下来到我们 这资讯系统 资讯栏去 掲取到这个 这个 这个讯息 然后产生一个条码 所以相当方便 相当方便 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建构啊 已经在 行之有年 好 那 我们今天一种品质呢 你要规划一下 因为什么 因为 噴到医生 病人 护理人员 还有什么 还有运送人员 这四个人员啊 会碰到 所以啊 我们在金融 监理运送的品质啊 要去到 那基本上 采取 在本院都是 护理人员采取 在其他院都一样 有护理人员来做punch 来做一个 检体收集 所以啊 护理人员呢 必须要登陆这个系统 我们就 没有登陆这个系统 这系统就不让你用 那第二个 我们要采取检体 不管你做学艺 法5听 Ulin 5听 那155听 您采取检体 那什么的方式 他在标签上 都有一个明确的标示 所以护理人员 要登陆这个系统 很快 要少什么 少他的 工作证 我们工作证上面 有个条码 那少一下就进去了 那只要一秒钟就进去了 那检体收集 里面标示很清楚 那护理人员 当你收集完以后 很重要的 我们检体要送出 你必须再刷一次 就是我今天 我进入这个系统 那我收集完以后 我要送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刷你的ID 表示这个是他送出去的 那送出去的时候 交给谁呢 交给情务能源 因为情务能源要接收 所以你看这个方卡里面 在这个地方 就建国好了 我有一百支 交给情务能源 那每一支的病人资料 在电脑上面都可以秀 那我几点几分交了 他几点几分接收了 接收完以后呢 送到实验室来 因为他这个 情务能源 搜了好多地方 他搜好多地方 所以他必须要经过很多地方 所以他从这里到 你这边都要经过15分钟左右 所以你怎么病理科来呢 我们临床病理科 这边送一百支给他 他交一百支给我们 而且要明确 那我们能源不计数了 不用数了 那一下加一千收完以后 那有没有一百支很清楚 因为简体跟那个 上面的count count就很清楚的标示 那确认一百支复合 复完以后 我们就交给其他检验室来分析 所以这样的一个 你看看 第一个量可不可以控制 第一个我们哪 简体品质啊 什么时候送出来了 那多久分析 这边这段时间 可以控制它的值 量呢 从妇理人员交给情务能源 情务能员交给 这个这个 临床病理科 然后 签收完以后 交给个组 那个组啊 怎么办呢 今天三千支简体 我交给 A实验室 B实验室 他们怎么去算呢 很简单 我下午发报告 下午发报告 没有发出报告 就pending在那边 我去看pending 就其实没有发出去 很明确 所以一支都不会漏 我今天进了三千支简体 那我要发三千分的报告 那其中A实验室有 一千五百支 B实验室有八百支 那C实验室有二十支 那一千五百支 我今天下午一count 一支棉花出去 我就自然去查 所以都不允许有一支漏 那全哥三千支简体 当天的报告 是不是可以如期完成 那报告很清楚的 可以在各个实验室 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们的监控品质 能够达到这么的安全 好 那首先呢 在整个流程中 稍微简单的 刚才也有讲 那我们要登录电脑 那我们要扫条码 Scan要扫识别证 所以识别证 现在护理人 识别证都不敢给它乱用 那以前识别证 带刷卡什么都有 现在都不太敢 不太敢 然后 这很重要 然后我们拿 电脑收进去拿识别证 那扫病房条码 它一定有个条码在 然后再撒自己的ID 那比如说自己 然后它开始刷简体 那自己ID 这个是登录系统 然后这个刷自己ID 就是我今天开始收集简体 就是我现在开始抽血 那段时间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护理人员 收完血以后 我们叫护理人员 三种最不好的地方 在哪里 还有抽错简体 这个实在是很不好 关卡在哪里 我们要求 要求 护理人员 一定要刷病人的手环 一定要刷 然后第二个 要刷检验 检验单 如果病人的手环 跟检验单不一样 这检验就会有错误 一致性就可以说 那现在是什么 他们都没有 刷病人的手环 那直接刷那里 刷检验单 刷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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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刷 那这个这样不好 这样的话会造成 病人跟 这个抽血 检验 都有错误 现在目前 要求 护理人员 一千三百位 要这样遵守 好困难 好困难 那国外里面都 严格要求 你不刷手环 不刷这个 这个 那个条码 不刷手环 不刷条码 对不起 如果 没有match 这个血都不能抽 它就 电脑就锁掉了 但是国内 看起来 这个系统 看起来还要再长进的地方 就是 护理人要配合 配合 好 那这一段 我们再慢慢再努力 有慢慢来减少 慢慢减少 他们一直在讲说 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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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忙 然后要他们刷 病人手环 那有个限制在 因为我们的 护理车 好大 要进去病房 不简单 所以这个也是个瑕疵 我们没有一个 移动式的 像这个 这个 这个 iPad 直接这样刷 不太可能 要花很多钱 那有一个护理车进去 护理车这么重 又病房 有些推不进去 问题就来了 所以他有这个理由 所以我们简体目前 还有一些错误在 好 那病人护理车 简体一样 那简体已经护理车 扫描以后 那核对简体出单 这个很简单 这个我们都把它标示好了 那简体的百支很快 一百支 在一秒钟我就知道 有没有一百支 然后 可能啊 有一些简体啊 那护理车 他没有刷 他直接送走了 哦天啊 当然没有刷 他送到这里来 他就没有办法接收 所以这些问题简体啊 那可能啊 会造成后端的作业的困难 所以会把它拖回去 所以这些大概 核对数量简体是很重要 那核对数量简体 我们设计一大 很好的一个 用视觉管理来做 那问题解体也是一样 很简单的处理 他必须来遵守 那户完毕以后 我们呢 这个这个这个 简体要送出 简体送出 那简体送达一样 我们这边一样 流程一样 我们到各科室核对 我们开始刷简体 那简体呢 现在目前啊 管理里面啊 对这个大量简体啊 没有像物流公司一样 他用RFID 就是我今天啊 一千支简体 经过一个RFID的 一个接收站 一进去 一秒钟全部刷到了 但是目前国内 RFID好贵哦 一支要七八块 十几块 那三千支 一天要花多少钱 所以RFID那个 那个扣打三十没办法买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还是做一支一支刷 每家印度一样 一支一支刷 抖不掉的 但是如果用RFID啊 整批啊 像物流公司一样 你像你到美国超市一样 今天一个篮子 一扫过去 两秒钟 他的金额就出来了 那我们要有RFID的那个 每一个要贴一个 那个RFID的条码 去好贵 一个要四几块 确实没办法承受 这么大的量 那RFID都用在病人 都贴在病人手腕上面 如果你今天啊 病人啊 到厕所晕倒了 我就知道 这病人啊 在厕所晕倒 病人走出去 逃出去 我们都知道 那那个是适用在病人 在国内发展到病人 但是用在检体里面啊 确实有要把这个 那个Costdown啊 一根啊 一毛钱两毛钱 他要把我用 但是那个价钱太贵了 十几块钱 好 那这也是我们 一直一直在刷 那 很单准呢 我们如果啊 今天啊 这是检体啊 因为我们要不要下个 我们上完提早下课好不好 可以吗 还是要下课 同学呢 我们一起上完好不好 好啦 那如果太累的话 你们就去外面吸 吸点氧气好不好 这里面有点闷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 为什么我常常 臭碗以后 变骂呢 为什么变骂呢 我这次解体 为什么不能做 你还再重抽一次 检验呢 跟护理 跟医生就在吵架 为什么 因为他 我也来领检 不是 来抽查课程 好 我们哪常见一堂检体 这次检体被骂了钥匙 为什么 那病人啊 那这个小孩子啊 两岁多 抽一根管子 那为什么又不能做呢 那医生说 开玩笑 我等了两个钟 报告没出来 然后病人的家属也告了钥匙 说我小孩子发烧 抽筋 你还没有报告出来 那这次检体 不对了 为什么 常常被退检 所以可以看一下 我们哪今天啊 常常被退检 就这次检体 没有符合我的要求 那护理的 我们在检体收集 都会帮他上个课 什么样一个标准的 requirement呢 就是一个标准要求 都告诉他们 只要你按照这流程 来收集的话 绝对这次检体 是被接受的 但是如果没有被接受 既有以下悬疑 第一个 检体没有条码 当然不能收了 对不对 检体没有条码 我们当然会把它退回去 那虽然你有病房 但是我没有条码 对不起 我不在影 我没你做什么项目 都不清楚 那检体量不足 比方说我们的检体量 有些需要收3cc的 有些需要收5cc的 抽5cc的 他只抽0.5 1cc 我怎么做呢 尤其啊 尤其需要跟一些 抗磷固剂 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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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体要求啊 更严重 他 抗磷固剂 他说这只管子要抽3cc 那保证报告是可以准确的 如果你抽2cc就不准 所以啊 就不准确 所以他要求血量是要足够的 如果你不足够 这只血 分析就没有他的一个什么 临床恰值嘛 那第三个 啊 采取浓气不合 我请你用黄头四管抽 结合你用红头 我请你用绿头四管抽 结合你用黑头 那这个不对 所以啊 这个被退掉 还有一个就是检体龙血 哇天啊 我们在我们的血清啊 血浆颜色都淡黄色的 那如果抽出来 检体啊 我们一泥清完毕是粉红色 当然检体破裂掉 那检体破裂掉了 那在硬中过程中 红血球破裂掉的时候 那会造成检验的干扰 可能有一些 甲阳性的增加 或甲阳性的降低 那这个检体报告 这检体所分析的报告 就不准确 那提供一些啊 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诊断 所以啊 原则的农血 我们会把它退掉 那检体凝固 有些检体不能凝固 哇 检体凝固了 像我们要计算 指头四管要计算CVC 检体不准固 结果检体凝固了 它不能做嘛 那白血球 红血球的甲板都下降了 因为你检体凝固掉了 所以这个也把它退掉 那超过有效时间 比方说检体啊 应该两个小时送来 结果你隔天才送来 这是检体无效 那因为检体放那么久了 所以无效 那检体运动条件不符合 那检体运动条件 有一些特殊检验 比方说有些检验 必须要三七度C 一个小时之间 送到实验室 要严格要求 有些啊 用冰块水 用冰块水来运送 冰溢水来运送 那三十分钟 它送到实验室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接受 会把它退回去 尤其像温度控制 有些像三七度C 有些二到八度C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运送的话 这些都有一些标准流程 那如果这样的不遵守 这个检体也会退掉 因为在这个 二到八度C 结果你用三七度C 所以导致这个检体里面 要测一些代谢物 那几乎都不是偏高 就偏低 那这样的一个检体报告 混血栽报告不好 还不适合的检体类别 不适合的 那有些啊 谁叫不适合呢 那有些这个 混变啊 那我们要看寄生室 那病人啊 是一个拉肚子 大家一带了三百细细的水便 那这个检验啊 就很难处理 那不适合的检体 那甚至啊 有些啊 是病人 病人什么 病人因为自杀 喝了一些不免疫药 吐出来的检体 那不管是从胃里面抽出来 不管是你们呕吐出来 这检体里面 混合的一些食物 那一些 不免疫的液体 那再加上这个 这个里面的一些 呃 胃里面的一些 组织在里面 所以这个检体啊 在做分析 年度太高了 那稠度太高了 那 看不到他的什么 理性也离不下来 所以经过消耗 所以这检体也不太适合 那机器啊 如果一进去就死悄悄 为什么被阻塞了 还检体污染 试管破裂 如果这边送来的话 试管破裂 因为不小心啊 那 呃 运送过程中掉到地上 那掉到地上 因为运送的人不小心掉到地上 所以导致这个试管破裂 那这个也不好 哦 这没办法分析 哦 所以裁剪的污染 比方说我们来做个血液 血液培养 那 看看这病人啊 那 呃 这个 我们来做一个血液培养 比方说病人的肚子啊 已经有一个 后面有个Bellet Sol 有一个 乳疮 那我们看看这乳疮啊 到底这么深 那到底什么样细细感染的 那我们就在那地方 把它做个什么 呃 因为它有个浓 浓泡在嘛 我们抽出来 到底是 阳性的 葛兰是阳性 葛兰阴性的囚菌或感菌啊 来做感染 所以啊 我们呢 会会在抽取 那抽取过程中 如果 呃 抽取的技术不好 会造成减理的污染 哦 那你到底要培养什么东西 那可能正常菌都在里面 那 呃 一常呢 这感染吸菌没在里面 那这个减理污染就不好了 哦 那甚至我们要做Bellet Sol 就学医器 呃 学医的培养 那病人啊 怀疑这个 有一些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败血症 那看看这是阳性的 的的可能是阳性和可能是阴性 那什么要先抽 什么要后抽 都很清楚 那护理人 呃 抽血标准的成不对 啊 会造成减理污染 所以你看看这些 各位 我们啊 退检原则啊 大家必要遵守 否则这病人啊 倒霉 再爱第二针 再说第二次 那第二个 那病人啊 这个家属啊 起点钥匙 那第三个 报告延迟 那第四个 医生啊 会 会什么 会要求 尽快要给报告 因为病人要治疗 所以 都有一些 不好的 这个后遗症出来 所以啊 以上这些 我们必须要尽量减少 那国内里面啊 大概我们现在目前 降低到很多了 呃 减理 减理量不足 我们再标示全清 3cc它再抽购就好 所以这个都可以减少 然后容器不对 我们也标示好了 然后减理零固 都有标准训练 然后这时效性 都有送哪里去 然后 不适合减理也不会 因为说 我们都标示好了 标示好了 所以 这些简体啊 大概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都 在 资讯条码里面告知了 那百分之十是必须要在用教育 来训练 比方说 我们这个这个兵役等等等 那 兵役 多久送来 那这必须要有一些规范在 它上面我们也写兵役 但是它没看到 所以造成很大困难 好 那我们的 安全性的检验简体啊 我们稍微花点时间啊 把它详细的讲 那我们不需要 这检验啊 送来以后啊 这次检验不好 品质不好 那数量的错 那检验品质不好 就是你只要符合 条码上面的要求 几cc 用什么样的收集 然后这个这个用什么试管抽 那送哪里去 只要正确 这个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异常被退的百分比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看安全性的病理检体 安全性的病理 那AP的检体怎么办 AP的检体啊 那我们在2011年啊 在一个水果日报 头版好大的新闻 那主要是一个整形坑的名医啊 那它被前列线被割掉了 前列线被割掉了 那长坑啊 判赔啊 不应该把长坑 应该长叉啦 像对 那以后要改个字 长叉 医院会比较好一点 它被判赔620万 那主要这个检体啊 那这个整形科医师写了一句话 医生回我医生 回我医生 因为啊 这病理啊 是要病人来做处置的 那处置的话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 他就拿掉了 所以啊 那这个整形科医生啊 被前列线整个割掉了 因为误诊掉了 好 那这既然判赔 所以这是一个法律诉讼 那这张就告诉我们 在当时的一个最重要的 在哪里 它检体被调包 那为什么被调包呢 因为保险公司跟医院啊 串 这个这个 勾结啊 那因为 这样的检体啊 是被保险公司 就是这个业者啊 保险业者啊 跟医生啊 在勾结 那把这检体调包了 调包了 那所以啊 他们在判赔的时候啊 那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 国内里面啊 近十年啊 大概有好几起 包括金方医院也会有 包括私医院也会有 包括私人医院也有 那主要就是 它最重要就是 检体调包 检体调包 检体调包以后 良性变恶性的 那医生看到恶性就拿掉 那造成什么 造成病人倒霉 不管你是什么 什么类别 倒霉 所以这是蛮可怕的 所以病理切片啊 调包不调包 安全性就很重要啊 那临床病理跟安全性够不够 好够 我们专人送车 专人这个这个 运送专人的这个 送车 跟那个病理一样 等下会介绍一下 所以啊 以这样的案子来 卫生署在五年前就下令 全国病理要建立一套标准作业流程 来保证这个检体的安全跟明确的标示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上的 当初在卫生署要求全国从医学中心要做起 好 那临床的标本采样什么 病理跟检验不一样 病理的检体跟临床病理的 AP跟CP的检体不一样 那CP的检体刚才所讲的 我们有血液啦 尿液啦 然后这个体液啦 还有其他议题 但是病理的检体 啊 就是很 他说 病理的标本 病理标本大部分都检体从哪里来 是从手术方式取出来 从开大房 病理要做个 胃部的切除 要做一个 这个 肺脏的切除 要做一个 肝脏的 部位切除 这些检体都是从手术方式拿出来的 然后立即放在他的一个 带子或瓶子里面 那以百分之的辅马铃来固定 固定 很简单就是说 我们病理的检体都是从手术房 从病人身上器官或组织拿取的 用手术方式 然后拿完以后 他必须要放在一个瓶子或带子里面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那临床病理的检体都是 室管嘛 或杯子嘛 不一样 然后病理的检体必须要用 4-0%的4-0%来固定 或者细胞变形 会溶解掉 所以他要用4-0%来固定 看看他的形态学不会被改变 那病人要有记录 固定病也要记录 那两个以上的ID 就是我最知道 这个病人的检体一放进去以后 要有两个ID 来辨识 那弗马铃的这个容量呢 要多少 要7-10倍 比方说我这是小的检体 我可能从胃部里面挖出来 一小小块的 那弗马铃就 大概量只要5-10cc就够了 如果是大了棋 我把胃整个切除 子宫怎么切除 然后大肠整个切除掉 哇 这个检体就很大了 甚至上我们上次有抱一只腿 做一个Ambutation 抱到病理部来 那只腿就是怎么办呢 病房在走廊 抱了一只腿 大家会吓到 所以我们就用纱布先包 不是纱布 用一个 手术预先包着 那送到病理部去把它固定 固定 那这个弗马铃容量就会相当大 那固定时间大概 大得见 就像整个器官拿掉 大概4-16小时 4-16小时 如果整只腿的话 可能要泡久一点 如果胃切除 部分切除 跟伤症切除 跟整个切除 会有不一样 因为弗马铃它会 会让它清润 然后渗透 那固定它的细胞 那小肩 大概2小时很快 那我们的肩体啊 要有封条 肩体要贴封条 这肩体封条很单纯的 谁放进去的时候要负责 因为怕被掉包 找几个朋友就掉包 所以啊 在封条上面啊 我很清楚 我们要有医生 对不起 医生开刀 这是你开的 拿出来的 那健身人呢 到时候都护理人员 护理长 跟刀的护士 那小厨长 那来签名 所以这支检体 后来这个的小杯子里面 是有两个人 第一个 医师 第二个 见证人 见证人就是 一般是跟到的护士 或是护理长 护理长来做一个签名动作 并记录日期跟时间 现在是9月12号 两点钟进去的 在上面要签名 这个表示说 我们啊 有没有医生开刀的时间 看那你放心 你的时间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啊 两点开刀 八点放进去 那这个检体就无效了嘛 可能啊 细胞病相当多 细胞病相当多 那 呃 在 判毒细胞的形态 结果会有一些差异在 所以你看 我们来 领床病理整体 很重要的 是手术来的 那 要伏马 你来固定 它的量 最重要就是要保证 它的安全 安全 要封条 要两个放进去 这是 责物旁贷的 那要护理人 他们都会接受 那 为什么 比你那么的 要求那么多 那 临床病理就不需要呢 临床病理为什么没有两个人签名呢 没有啊 我用刷ID嘛 那 刷ID过程中 我交给你 那 这个检体会不会掉包 是不会被掉包的 因为上面的ID都刷得很清楚 那 病人的标本啊 非常不易取的 因为它手术 你可以想想一下 我如果开个胃切除 手术馆以后会不会开第二次 不会了嘛 那如果开个子宫 子宫拿掉 还有第二个子宫让你开嘛 也没有嘛 所以检体不能掉 所以啊 这个病人的检体啊 不易取的 那如果你今天开了 胃的啊 是3D切除 完了以后 检体不见了 3D以后再开一次 再再切除那个 也许恶性的地方 就被你第一次拿掉 再开进去 都看不到恶性的 一些一些表面 表面的话 就取不到检体嘛 所以啊 它是不易取的 病人检体啊 真的不易取的 那所以啊 我们啊 既然是不易取的 所以啊 我们的检体啊 避免啊 原济检体避免遗失掉 这检体不能遗失掉 或张罐你带 刚才那个就是因为啊 被保险业者 跟医生勾结 然后换检体 换掉了 那影响到病人安全 所以啊 我们的安全 很重要 保证病人的 检体的安全 检体的安全 那病人检体啊 将来这些组织啊 是一个安全的 那我们在病理里面都是会做成一个蜡块 可以看一下 以后相应可以看一下 那病理一个蜡块 小蜡块上面 都有病人的检体 那我们求蜡块来 我们经过染色 所以病人的蜡块 对病理准当 未来分身准当是一个重要 所以这个检体啊 要安全 那将来再做治疗 比如说像目前的这个精准医学 那针对的个人的精准医学 那做一些癌症的一个标法治疗 这就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医院评价啊 再上上一次啊 就把这个因为长哥的案子啊 闹了这个这个破坏腾腾的 所以医院评价就把这个组织病理 做一个什么重点的查核 所以啊 全国医学中心啊 大家都有一套标准出来 那标准是卫生署 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的 遵守的 好 那我们大概会从 这个病理减体的运输啊 及操作流程啊 我们大概会有十个 九个 十个给大家看一下 十大步骤 那第一个 灵状病理的采样 那标本的运送 那标本的点收 标本的存放 标本的取样 标本的储存 标本的气质 你说丢东西很容易啊 在家里的废弃物丢了分类就好了 但是这个减体啊 好危险 如果你断丢被 外面的人拿到以后 他又把它切切 送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 呃 张三女士的报告好危险 尤其在私人医院里面 好危险 好危险 所以气质有它要求 那气质解体的管理也怎么办 那我们档案管理怎么做 那就是全程都要录影 24小时啊 这简体怎么流向啊 都躲不掉这个的监控录影系统 我们保证病人的安全 跟明确的标示 好 那这个既然有这个安全书 所以医院里面都要写个SOP 我们怎么样来针对了 那病人的这个简理 病理简理啊 辨识啊 登录啊 传送啊 保存啊 气质做一个SOP 让业内里面的所有同仁来遵守 包括医师都要遵守 所以啊 要有一个SOP存在 那SOP写了以后啊 那大概里面的内容啊 就着重在这几点 第一个 那灵堂标本的采样 这个讲过了嘛 好 那灵堂里面标本的采样 它第一个要把它写进去 那写到里面来 写到里面来 那第二个 辅法尼泡是标准问题 这就要规范了 那有些医生不清楚 有些护理人不清楚 那一般的话 我们到7到10%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简体啊 都很小 小简体 它可能用一些 一个Biosyn 刮除的 或用 用 用 剪了 把它剪掉 来取的 所以啊 阴面高度 大概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阴面高度 7到10% 都简体在下面 所以阴面高度 这样才够了 那你看这右边 都是一个大简体 一个大简体 说阴面高度 一定要符合它 像这阴面高度 一定要符合它 那否则没有 这个简体啊 就固定不好 固定不好 细刀变化就很大 我们再来 在病理的 显微镜下面看 就会有一些 物准的现象 所以啊 这个固定医啊 小型的简体 有它要求 中大型简体 有它要求 最重要就是 辅满您的标准量 那标准尾化还很重要 它运送过程中 会露出来 那你明明啊 我装的 就是整个袋子 我装了三分之二 结果啊 装到病理部 只剩下一半而已 那那个 伏玛尼都漏到外面去了 泄露出来 所以啊 我们关于 大型简体啊 那我们要有个 套装饰的装法 避免漏出来 套装饰 就是说 我们啊 怎么样来 保证这个 伏玛尼的简体啊 是不会露出来 这种子露出来 也不会什么 也不会泄露到外面去 因为伏玛尼啊 也是个相当 呛蜡的 呛蜡的液体 所以啊 我们就会有两个袋子 里面啊 装成一袋 有一个什么 这个夹链袋 外面再一个 所以 如果今天啊 泄露 在里面 还是不会露出来 不会露出来 所以 这样的这个 避免泄露 所以这 套装饰 这个装法 是在医院里面啊 被要求的 好 那领床小型简体啊 怎么采样 领床小标本 怎么采样 你看看 我们啊 今天的采样啊 那封条啊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 收集容器 小塑胶盒 小塑胶盒 这样来收集 然后我们贴了一些 小包本条码 要贴了医生的签名 见证人都要签名 这是民国啊 什么时候抽的 那医生是谁 那见证人是谁 那把它贴在上面 好 那简里 送出啊 今天啊 你开刀房 一来送出50件 100件 好多 你们看 开刀 一个开刀 五六台刀 然后每个 都有三四个 四五个 你看今天 要有四五十件 要做 那这么多 甚至六七十件 要做 那所以 简里送出前的 一个确认啊 被标示的 被标示的 第一个 简里是不是 放在瓶子里面 有些简里只有空盒子而已啊 你要放进去 条码贴好了 里面空空的一个 这也麻烦 所以简里是不是 要确认是有放在瓶子里面 第二个 简里是我完全在浮马尼里面 那有些简里啊 浮马尼太少 就像大件的浮马尼太少 那几乎都没有 那这个看起来不好 我们要需要七到十倍的浮马尼的量 百分之十的浮马尼 那第三个 标本简里是有提标签 而且病理简里的封条 那刚才所讲的 这些标签跟封条啊 标签 病人的标签跟封条 病人的标签 跟病人的封条都要有 那简里上面的资料是有期权的 这个啊 病理还没有走到无当化 所以呢 申请单章是有期权 申请单上面的资料 包括你采取的部位 哪一颗送哪的 医生等等的 资料是不是有 那在一些东西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电脑自信非常强 所以这一点应该 余力比较少一点 那简比平上的 跟申请单的病患 是有之下相同 所以你送的这单子啊 跟你的简体是不是一致性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 CP的简体一样 它这支简体 这支简体是不是 这病人抽取了 这前面就要核对 那现在这个送出以前啊 就是我检验单 附在这个简体上面 两张是不是一致性 不能张冠礼带 所以送出简体里面啊 那第一个 有没有简体在瓶子里面 第二个固定好不好 那第三个 简验单跟简体合不合 然后条码有没有封 这是它的重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医师跟见证人的签名啊 那录制起来很重要 这是 这是 一个医生 正确的 填 那你看错误的话 你看这个见证人都不放 那医生 那这医生 如果 没有见证人 那不符合物 SOP 会建立 会被退走 所以啊 见证人一定要签名 那这是一个医院的 要double check double ID 那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对不起 可能会被退回来 那到底谁放了 那医生如果掉包怎么办 医生如果掉包怎么办 医生如果放错怎么办 会放到病了 会放到病去了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他今天到五六个 然后 三四个到座再来开 然后就简直会 会放错 会 因为没有见证人 做确认嘛 好 那封条呢 要紧密 那就是我们标本的封条啊 封条要贴在紧密口里面 然后你看这个 开口在这里 那这个开口 如果你的封条 没有贴在这里面 随便被开了 就没有意义了 被掉包掉了 我把它夹出来 再放一个进去 因为这牵涉到将来的 这个医疗几乎 保险几乎 保险座位几乎 哇好严重 保险叶子啊 这个这个这个 在坐监犯科啊 那这个好危险 所以我们啊 这个封条一定要封在 这个的扭盖上面 要封了 那这个封条里面呢 这个病人的资料有 像这个封条把病人资料盖了 就不是很好 那这封条里面 见证人要签 意思要签名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哪个封条正确 哪个封条不正确 那封条在瓶盖 在接二处里面 这档很好 那你看这条 他病人资料被盖掉了 我不知道这个病人 将来怎么核对呢 虽然封条 在这个盖子上面 密封盖 但是他把病人资料 盖掉了 那将来我们再看检验单 跟这个简体啊 没有办法来昧取 不好对 所以啊 基本的封条跟条码 应该要对 对贴比较好一点 封条贴在上面 那个病人资料贴在 另一侧 那这样的话比较好辨别 辨别 所以这个常常也发生到 封条把它病人资料弄出来 那这张呢 因为这封条好黏 一撕开以后 病人资料都被撕掉了 看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的 那大包本一样 那也是一样 这大包本 刚才小包本很容易贴 为什么 你在这地方很容易贴 大包本呢 是开口的 是夹链带的 怎么办呢 贴在哪里 我们要贴在什么 它的夹链口上面 当我夹链口被打开以后 这封条就破掉了 我们就用这样来辨别 所以啊 大标本里面 可能中小标本 在一个夹链带里面 可不可以同时放 那有些医院可以 有些医院不可以 有些医院 一起放进去 有些医院不可以 一个带子一个病人 看看医院的文化怎么样 那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啊 大标本的封条 一定要封在什么 夹链带的出口上面 当我夹链带 打开以后啊 这封条就破损掉了 表示这支简体有问题 这个标本有问题 所以要贴在 这个夹链带的中口处 那还一个就是 它有检验单 所以检验单放哪里呢 检验单不能说 我今天送一百件 检验单集中在一起 哇 那个检验单跟检验 也不合 所以啊 那在国内里面 设计它就有 子母带 也就是说 这个带子啊 有子母带 外面啊 有点小的 像袋鼠一样的带子 放在这个 可以放 这个是子母带 放检验单的地方 那检验放在里面 那也有一些医院啊 那用两个带子 里面放检验 一个带子 然后外面再套一个带子 然后把这检验单 放在里面跟外面的带子上面 所以不会被污染到 不会被污染到 就是你看你怎么样的去设计 那有些医院是 去买 子母带 子母带就是 前面有个带口的 像我们三种就是买子母带 很方便的检验单啊 不会被污染到 不会被润失到 那有些医院是两个带子 看看怎么做 好 那第二个我们标本的这个检验运送 那标本运送啊 我们一般容器啊 容器啊 有两个 运送标本的容器有两个 就是说它运送方式有两个 第一个 运送带 第二个运送车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容器 就是我们运送的这个器具到底有哪一些 有些 小标本有没有运送带 大的检验也用运送车 那甚至啊 小标本也可不可以运送车 可以啊 因为从开刀房一出来以后 它大大小小标本 那可不可以用运送车 也可以 那检验是有端能的运送 直接打病理部签收 很重要的 检验要直接送到病理部 病理部确认以后才能签收 那前一检验组织必须要上锁 这个检验要上锁 临床病的检验也有上锁 也有上锁 好 那我们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些实际的例子 那最重要就是检验运送的人要防护 各位啊 检验是一个什么 检验是一个感染性的东西 包括血液检体 你说血液检体 各位啊 我们的血液检体用刺头拿刺骨好不好 不好 如果这病人是一个 艾滋病人 你吓到吓死 如果是一个 一个尿医的话 如果是T病人 如果尿医打开来 掉到地上 完了 outbreak就出来了 所以啊 它 我们在做检验运送的人员 注意事项一定要有 第一个 所有检验都有感染性 尤其这个病人肝脏开出来 它是B型肝炎 二十年的病死 那病人目前啊 这个 这个 Service Antic跟 跟这个 EA 你也要Post 哇 这个是高感染性 所以这个检验要注意 尤其肝脏的 这个检验 那 既有传染性的检验 如果这个病人是HIV 如果又是B型肝炎 对不起 这上面要贴一个感染性的标签 黄色的 一个黄色的 黄底的标签要贴在上面 警告所有后面的处理人员 很重要 那要双脸夹链带 刚才所讲的 我们都有一些双脸夹链带 来保证病人啊 这个检验运送过程中 辅马铃不会泄漏 不会泄漏 好 我们来看看 开刀棒的检验是这样子 它容器是用什么 开刀棒 每家开刀棒的量不一样 那有些是用大运送车 那有些是用小运送车 看看你的检验的需求量 不然你选你的取样 跟你要运送的 可以做搭配 那最重要 这边要加锁 这边要加锁 那这边要加锁 这是不同的运送车 那不同的安全性 那这左大 右边 左边 那看看你一眼的量有多少 如果量很少的话 就不要买到右边的 量是少的话 就买左边就可以了 就是开刀 输送车来运送 并里检验 送到哪里 送到并里不去 那如果啊 一眼就是小手术而已 都不是大手术 那好了 那这小手术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今天检验了 运送车这么大 很麻烦 那我用输送 带可不可以 这输送 第一个 你看看右上角这个 要不要 要不要锁住 要锁住 里面要不要 防护它会摔倒 破裂 里面要有个塑胶 塑胶盒 包 就收纳盒的 这个仪式 那有提然的收纳盒 那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一格一格的固定 好好的 所以这个 运送过程中啊 简里不会翻来覆去的 运送过程中 都是固定好的 所以这辅马铃 不会泄露出来 所以从我们内观来看 辅马铃固定的很好 然后这边啊 都有保护住 纵使你今天啊 不小心打翻了 都不会露出来 因为这边有一个盖子 那外面有一个锁 把它锁住 所以这个的 的输送带 是兼顾的安全 兼顾的防泄露 那简里保护呢 简里保护就很重要了 那也是很重要 那简里啊 一定要紧密 就是不管你大 你的小的简体 一定要紧密 以免有福马尼 渗漏出来 然后要 这个 这个容器啊 这个 我们要稳固 不屑个非透明 有盖容器来运送 那大部分都有 盖子容器 那 非透明啊 一般大部分都可以 就是有点像 有点比透明 还稍微一点 那它 它是稳固的 不会因为掉地上 就破掉了 那这个很重要 那看你的材质 有些材质啊 扁的材质 厚度比较薄一点 一摔就破裂了 那福马尼泄露出来 所以啊 这个我们会有一个 稳固的 塞都 可能 从三公尺摔下来 都不会破的 那些 收集容器是必要的 那运送过程中啊 那如果 不进圣岛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运送过程中 那简体啊 真的掉出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必须 要能够固定 你看我们试管要固定 那不让它倾倒 所以刚才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你看 我每个都有一个 试管架 一个特质试管架 来把这个 那个瓶子啊 一个一个固定好 让它不会晃动 不会摇动 不会跑出来 好 那如果今天啊 在运送过程中啊 怎么办呢 简体意外的 意外 掉出来 会 那福马尼泄露出来 怎么办 那 这些要注意 尤其你们在病房一样 哇 拿到这个 这个 这个 简体啊 那不小心 掉到地上了 那简体呢 要跟福马尼分尸的 怎么办 所以啊 我们要先 戴手套 将做瓶盖盖紧 所以我们今天啊 福马尼啊 如果今天有 胜出的时候 我们要戴手套 一定要戴手套 福马尼是一个 蛮辛辣的 那 这个要大量水 来 把福马尼这个 附近的这个 把它冲一冲 它味道不好闻 那如果有 简体离世的时候 要报告 因为 有时候你在锁了 不小心 你一个百二十 这么小 只有零点 零点三乘零点三 眼睛有时候都看不到 如果一乘一都要看得到 零点三乘零点五 宽厚的乘 那掉地上 福马尼掉地上 那地上的话 要怎么办呢 所以啊 简体不见要告诉什么 要告诉这个 这个 送领医师 很重要 不要说我们这个简体 把杯子送出去 没有简体 到时候被告 那时候要注意一下 我们先处理福马尼的 然后在 简体不见 要告诉医生 那简体的话 在泄露 也要报告 如果今天啊 送到一个 building跟building 我们如果就用大楼 双栏中大楼去 那中间有泄露 会被车子撞 或怎么样 坐电梯啊 或在异常现象的时候 那这个 如果整个泄露的时候 那要告诉 感控小组 他们来处理 那这边有一个 很重要的 简体流 不见的时候 要告诉临床医师 各位 不要担当这个责任 你要告诉他 下个 补救步骤 在哪里 好 那第三个 我们标本点收 很重要的 我们标本啊 申请单跟 申请单跟 简体的标识 要一致 所以刚才 我们贴的 那个的 小件的 大件的 很清楚的 病人的资料 一定要看得到 如果你今天把封条 贴在上面 就根本看不到 那我们再点收 就很困难 所以申请单跟 ID 跟检验单的 简体标识 要一致性 那数量也有 像刚才那个 整个的满架是 20杯 就20个 那你有3架 就是60个嘛 那检验单的数量 那要统一 签收单 那存在照相 哇 这好远景 我们不准 一个不见了 不准一个被掉包了 好 那我们又有一个 terminal来签收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 检验单跟检验 这两个要 大波切割 一来的话 在病理部 一定会大波切割 这张单子 跟 这张单子 跟一张简体 是不是一致性 那我们用电脑来 来签收 那要不要刷条码 两个条码 一刷就OK了 如果今天 刷这个条码 简单的条码 刷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条码 那八个条码 两个image 这个就可以收了 所以我们呢 希望能够在一个 资讯作为状况下 申请单跟标本 要一致性 好 那 同一签收的档案 我们要建议 就是你今天 在医院里面 怎么样建过一个 签收的程式 有系统 又安全 又很容易找得到 那这个folder 怎么去建 那有些人是用一天 一个folder 一个folder去建 然后一个礼拜 做一个档案 或一个月做一个档案 那看看医院的 整个的程式怎么写 所以 每一个签收完以后 是当日 做个folder 然后会 一周做个folder 那看看医院的量 便于找 便于搜寻 便于去 去找 这个相关的资料 所以这个在 软体设计很重要 那同一签收的档案 怎么建立 好 一样 我们看看 CP有推荐 AP有没有推荐 有 哇 AP推荐很麻烦 我跟你讲 这个以后 这个会有医疗纠纷 会有医疗纠纷 那为什么开刀完以后 你没有病理报告呢 病人会告 会告一咎 你说我 喂啊 喂啊 就把自己做了 没有报告 良性恶性 我下一步就怎么办 医生说你检理不见了 完了 所以 这个 退检理啊 如果有这样的符合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 标志不清的检体 那你是一个 stomach 喂 你送了一个什么 职工 那就不对了嘛 标志不清的检体 那不断的检体形式 你是一个 120 你是subtotal 如果标志不对 你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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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样的 还是一个整个 不温切除 那检体没有 申请到 申请记录 那这也不好 那病人之外 检验单有误 刚才提过了 那检体有污染的可能性 那 很单纯的 盖子没有封条 盖子有封条 但是破裂掉了 有没有被污染 那固定方式错误 或没有固定 那我们的固定 需要 去到十倍的量 但是你固定不好 那或者是 没有固定 整个送来了 整个送来了 是不是那个 符马林 泻肉都不知道 那病人的切片染色 这里没有 肿瘤细组织 病人的切片染色 没有肿瘤细胞的 这组织不同 当我在做 在做 切片的时候 你明明 学有肿瘤的异常 但是我看没有 这个报告 他们可能会有疑虑 那这个 疑虑就是说 你送来检体 你注明 这是 物查在 但你看到 没有这样的肿瘤细胞 那这个 检体好像会提出 讨论的 明明外观看到 行为机没看到 好 那病理检体的 资讯化系统很重要 我们会采取 整个资讯化作业 第一阶段来采取 我们要做 我们第一阶段 一定要做 资讯怎么取 那第二阶段 要有独立的存放空间 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 当我采取的时候 查完以后 第二个 我病房里面 今天早上有 50个病人采样 有些是用布温切除 有些是用 是 是 是 用夹取的方式 那这些储存空间 会被调包呢 开刀会被调包呢 他来来去 这么多人 会不会被调包 会 所以他一定要有个 独立的空间来处置 保证他的 不会被调包 因为他还没送走 那第三阶段 运送时间 运送过程中 那有没有被调包的可能性 那第四阶段来接收局 那一定要调码 对 所以我们在资金化过程中 必须要有四个阶段来监控 那采取钱 采取组织的独立 手术榜里面 那他的储存空间 手术榜要有独立的储存空间 第三个运送过程中 要有保护他安全跟什么 跟泄漏问题 他标示要清楚 那第四阶段就 病理部 要double check 这是资金网里面 已经都建构好了 那希望能够加强查核安全 好第四个标本存放 那标本存放的话 一般大标本 小标本都按照 医师的专业来看 有些人专门看胃的 那病理医师 但有些人专门看胃的 有些人专门看子宫的 有些人专门看脑部的 那有些人专门骨头的 我们就按照分配来 按照他的分配来存放 他一定他的作为空间 每个医生都有他的一个 一个作为空间 来处理他的简体 那他处理简体是在抽风柜里面 那一般的话 基本上我们在处理这些简体 都一定要在抽风柜里面 因为他有辅马链打开来 所以他要抽风 然后把这个辅马链味道抽掉 第二个 也避免这些 这些 错误啊 事散在整个实验室里面 大标本是存放的空间 小标本放在抽风柜里面 来抽风 那伏马链的味道不会那么浓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标本的处理空间 小标本的处理 要抽气 那这个叫抽气柜 抽气柜就是 如果它上面可以把这个抽菌 用suction抽菌掉 所以那这是一个座位空间 那把它简体放在这边 那简体标示很清楚 那大的简体放在这里 那这个大的简体里面 也是一个抽气的地方 那但是医生啊 他有处理 每个医生处理的专业不一样 所以他会我们分 分别来处理 那这边的座位空间 希望能够啊 抽气的空间自然能够紧密 那不要打得太开来 那标本取样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简体送来以后 那医生就要开始取样 要做标本 要做病理切片 所以啊 那标本的话 大部分很多医院都是 大件的简体 像整个胃拿掉 整个骨头啊 整个被锯掉 然后或者是说 整个肝脏 伤症都拿掉 这些中大小型的简体 尤其子宫拿掉 跟部门的子宫内膜的 这个取样不一样 所以中大简体 大部分都医生来自己处理 那小胖们都一简式来做就好了 这样的话分类是合物 因为大部分经过训练 都有证照 都有证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在每个医生 都有他的working area 这working area都有 那每个医生处理的标本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样处理标本 那这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在抽气柜 里面都有抽气 你看 这上面都抽气的 如果不抽气的话 浮马尼味道太浓 整个的实验室都充满浮马尼 然后浮马尼也是个致癌物也不好 那你看看 我们小标本的话 都是有一简式来做 那这些百二十小小的 由他们来做 那大标本是由医生来取样 中大标本 那标本的储存很重要 今天下班做到67点78点 开它还在开 那这简体怎么办呢 所以下班前没有切除简体 放在室座去冰箱 下班前我们还没有切除简体 假如说今天开刀房开刀六点半 七点八点九点还在开 那我怎么办 我要下班 所以没有切完简体一定要放在室座去 尤其是在开刀房 要放在室座去保存 那如果今天在病人简体里面 生意简体 那我们都要上锁 上锁 生意的标本简体按照自己的存放 就是我今天 切完了解组织 比方说它恶性种的 它切完了组织 没有切完了要放在室座去 如果有切完了简体 比方说这个简体已经取样齐好了 我们要做成蜡块 那剩下的标本 我们要上锁 按照自己的排放 所以这是圣衣的简体要保存 要保存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简体都要上锁 都要上锁 然后这个标本处理 那这个标本啊 处理用三分四冰箱 然后保温保得很好 然后要透明度 至少简体放什么 很容易取得 那最重要就是在这地方 要夹锁 那这是其他医院里面 它这个用密闭式的 它有些是 微微处理的 可以放在这里 或是乙处理的可以放在这里 看医院的文化 那一般胃处理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那乙处理都是把它 蜂蜜好 然后把它 上锁 然后标示日期 那标本的气质 很重要 标本怎么丢呢 哇很重要 我们叫它标本要切碎 你看一个胃啊 一个胃切出来 一个子宫切出来 一个肺切出来 哇那些异常的现象 一看就出来了 连外行人都看了 你们在吃猪肝 哇那猪肝的颜色就知道 这个猪肝到底正不正常 那从这样来看 所以叫它的前提 要多掉以前 要切碎 是外观啊 没有办法变这什么器官 那这什么组织 那第二个 用感染性灰区 就将感染性带跟器官要分开 我们呢 一般它的简体是有甲链带送来嘛 所以要把甲链带分别丢 把组织分别丢 分开气质 那感染性 要用感染性的都是在住民日期 不同日期丢气 装带日期跟不同 丢气的日期是不一样的 好你看看 这是一个大肠 如果你今天要气质的时候 那大肠里面有肿瘤 我看到这是有异常的 外观异常的 所以啊 这外观异常里面 要把它切碎碎的 肿瘤要切碎碎 它没有办法辨别 这是哪里来的 所以你看这大肠 然后我们发现了 异常的部分在这地方 在这地方 那这地方就把它切碎 切碎 这是在气质前 一定要处理 处理到外观 无法辨识 很重要 很重要 那加他的前提 无法辨识 这是一样 这是一个子宫 拿出来 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肿瘤在这里 你看切碎 切到这里来 所以你看看 我们一个大肠 有发现异常形状 切到这个地步 那有个子宫 切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辨别 这个器官 是什么样的 组织器官 那这样的话 才避免 这个恶性的东西 被外面去掉包 那简理器是刚才讲过了 我们来分两个袋子 假如是装 组织的简体 那它塑料袋 我们就另外丢弃 那标本 另外丢弃 那日期 你装带日期 跟丢弃日期 要分开写 那用红色是感染性的 这是法规规定的 感染性的简体 要红色的 感染性简体 要红色 用它去燃烧 然后日期 你一定装带日期 跟丢弃日期 要分别写 分别装带 好不好 好 那标本 对期简体怎么办 你不能丢 这个外面 让它捡热射 回缩把它收走 那不能让一般的 那个代处理 又把它收走 所以我们 这个标本简体 要专能印象到 标本处理室 我们大概 在医院里面 每个医院 不是在上面 就是下面 然后上面 在实验室里面 专程送到 这个废 去处理厂 去燃烧 那有些是送到 固定的 除藏室 然后再专能把它收走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的 废区处理 除藏室 要适度去保存 适度去保存 所以它还是要有 温度的控制 好 你可以看一下 那这样的一个废区 都有一个专门的 一个锁住的 然后把它放进去 那适度去保存 然后废区处理 是有集中保管 然后适度去保存 那维持在 并上手 这手都有 好 那也有一页 这是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 保存的空间 那外观看不出来 然后也有一些 就是说 传统的冷房 这冷房空间很大 冷房的空间 就像这音教室这么大 有些甚至比 这是教室 1.5倍左右 这么大 那这门的话 第一个 这边有一个安全的 这个器材可以看 那要锁住 那这边有温度控制 那这边有 这个医疗废区标示 那这边有个警报系统 当温度过高 它会警报 会警报 所以这是一个 安全性非常高的 非常高 所以这废区处理 有医院的设施不一样 有些是用赵面笔石 有些是用传统的 这个都可以 要上锁 那档案管理也是一样 要专人负责管理 那波片 会不会掉包 调码会不会拿掉 那波片上面的 标示会不会拿掉 也不好 拉卡龟档都要专人来负责 那第二个 调出龟档要电脑画管理 就是我今天 可能掉三年前 这病人已经做过的 这个切片 的剥片 就把它调出来 当它调出来以后 龟档要 原位龟档 不要说这片子 变得不见了 所以我们都要电脑管理 剥片可能是三年前 可能五年前 可能八年前的剥片 都会掉得到 拉块也是一样 八年前拉块 要不要重新再切一次 再染色一次 都可以 所以这个要专人来负责 不要被拿掉了 被 被被丢掉了 这个很可怕 那调出龟档都要前面电脑管理 那档案人不在的时候去上手 所以这个房间还是一样 要上手 避免人员去把它 剥片 去置换新的剥片 这还被掉包 很可怕 你看一下 这个 建构的蛮漂亮的 你看这是一个 剥片的档案夹 它一片一片 那一个 一个里面可以放一百片两百片 看你的空间大小 然后 号码序号 建立的清清楚楚 这个可以存放十年都没有问题 剥片的档案是 那拉块实验室 因为拉块比较大一点 那你没有 拉块实验室的空间 是比 剥片来的大 所以这拉块管理也是一样 那它管理都是用什么 用图书管管理 这个可以移动的 那减少空间的保护 浪费空间的保护 一样 这拉块的档案管理室 很清楚 好 那检理标本流程 监视 怎么录影呢 那 医生啊 手术医师拿下去检理 在这个 当我医生在开刀 开刀一定有监控系统 然后当我放进检理 这个有监控系统 所以这个监控系统 都是连续性的 所以你这个检体啊 是随于放进去的 那医生放进去都要有一个什么 监视管理 那从见证人也是一样 当我见证人的时候 然后看看医生把这个检理 签名了 见证签名了 放到这个瓶子里面 这个都在录影监视下 对来操作 所以检体处理 那操作的人都要监视录影 那医院有监力一套 在开刀房 病人 医生起器官 或起组织 起完以后 然后再送到这个容器里面 里面有辅马铃的流程 然后封盖 贴封条 然后贴病人资料 这都是在监视录影下 那在监视录影下 万一有问题的时候 一掉出来 都可以 举证 这个检体是正确的 好 那你看开刀房的管理也是一样 那开刀房 你如果今天检体啊 标本处理室 这边都有监视录影 开刀房内部 外部都一样 当你走出开刀房以后 要放在这个 这个 检体处理室 里面有冰箱 那要不要上锁 都要上锁 所以这边都有监视录影带 在看 那冰冻切片也是一样 要上锁 那冰冻 然后这护理站里面 那也是一样 所有的检体里面啊 都在这个整个的监视系统下 保证这检体的安全性 好 一样 我们如果今天常会 未常进的话 他要 要刮取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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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的一个 一块小组织 那也是一样 那我们在检体运送过程中 都有的监视其在 那保证这检体啊 是一个安全的 好 那我们的 画面啊 我们24小时啊 在监控 我们现在有 有9个画面啊 来监控各个不同的 区域的作业 比方说这是 这是地下室的作业 那这是实验室的作业 这是检体的处理作业 那这是这个 这个 一楼的作业 那这是实验室的作业 你可以看一下 这整个的九宫格啊 那可以把每个作业区啊 完完全的录制下来 那将来有 一揪的时候 就可以掉出来 好 那摄影机也是一样 我们摄影机在实验室里面啊 都有一些固定的位置放 那你作业 一定要在监控之下来 作业 那晚上的话 都有红外线 晚上的话 灯关掉了 都有红外线 在做 在做摄影 所以24小时啊 红外线摄影是 扮演的晚上 灯关起来 都可以摄影的到 好 那如果你要看单一的 单一的话 就把萤幕放大 谁来操作 有没有正确来操作 那有没有被 造假的可能 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夜间录影也是一样 红外线的录影 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如果啊 万一有抑究的时候 怎么检视过去的时间 就把时间 这个病人啊 什么时候送检呢 去开到手术房 然后这大概一天的时间 到三天的时间 就去看他录影的一个情况 到底啊 在这过程中 哪里有瑕疵 哪里有被造假的机会 被掉包的机会 尤其有抑究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证据 好 那最后讲到保存 这保存很重要 我们 生理的检体保存呢 在十度需啊 要放一个月 就是我们啊 生理的检体要放一个月 所以你可以看看地下室啊 我们刚才讲的地下室啊 冷房跟那个冷冻柜啊 冷房跟那个 隐秘跟那个 一个月才能销 蜡块要放十年 蜡块要放十年 波片一年后 可以销毁掉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蜡块啊 放十年 那压力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呢 第一个 检体要放一个 市货器放一个月 然后组织块要放十年 组织块可以再切啊等等 那波片放一年 因为如果波片不见 波片再切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 检体保留啊 一个月啊 空间在哪里 那有些院啊 做个密闭式的 空间很大 上锁 那有些是用传统冷房 那里面空间像这个 实验室啊 在教室里面一倍半 或一倍 放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他只要把它置放好 然后置物柜做好 然后空间规划好 日期规划 这个都放的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这边所讲的 这个保存的空间啊 四度期要一个月销毁啊 减体 那大大小小都有不同 储房的需求 那组织大快十年 哇这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那波片放一年都还好 因为波片蛮小的 好 那以上啊 我们就 我们临床里面啊 你们的护理工作里面啊 碰到的一个 CP的减体 AP的减体 那我们从他的值跟量 从他现影作业 从他的安全跟标识啊 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做一个实地的讲解 好 那我们今天课到这里 那没有影响到大家下课的时间 大家同学有问题没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 那我们 我们考试很简单 考试我们笨不难 因为这都是实际的动作 然后到医院里面 大家会看得到 可能到你们毕业以后啊 那整个系统会在修正都不一定 好 那我们今天上课上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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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